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来台湾2024真的要转运了吗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台湾怎么转运呢 强症过后呢 到底会能不能转运呢 我们都知道破坏以后要重建 那么现在台湾真的是满目疮痍的 很多地方包括很多的大楼 像围楼一大堆 那么贴上红条的还有黄条的 这黄丹的也一大堆 所以加一加大概快要1000栋 好几十栋几百栋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的围楼既然这么多的话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会转运呢 来我们继续看 好台湾老师的全球国际政经局势经济议题 时事分析关键及时 天灾人或命理大语言 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你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 2024年破均化权 好 0403大地震7.2战级 很多台湾城市道路桥梁都被破坏了 除了政府要拨款重建 还有很多企业捐款重建大地震 破坏后将重新整合 好 这是一个呢 全新的开始 2020年的火运呢 台湾的那个寒急 台湾的土地呢 其实呢是破碎土地比较多 因为我们地震带有36条 那么我们处在呢 这个玛尼亚海沟 以及呢 所有的板块的交接处 就是欧雅板块 还有包括呢 太平洋有很多板块 总共有三四个板块 都交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破碎的地形 好 那接下来到底台湾会 能不能转运呢 我们继续看 好 2024甲城年呢 指挥朵树里面呢 是连沾化路 政府单位要拿出破例 其实大笔金钱投注在灾后 重建 对于营建业 将注入一股心血 活弱经济 所以呢 虽然呢 营建业现在不是很好 因为房地产真的是 台湾的房地产 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还是名列前茅 反正大家都觉得 台湾很安全 不晓得为什么 明明中国大陆 每天在打压我们 但是大家都觉得 台湾算蛮安全的 他们就看定 中国大陆不会打我们 所以呢 房地产的活弱经济呢 其实还是挺吓人的 来至少比南韩好一点 来接下来 好 台湾百姓将有所警惕及醒悟 生命跟财产安全是一体的 如果你没有生命的安全 哪里来的财产安全呢 对不对 没有生命就没有钱 所以呢 将会看到台湾的重建会 加速进行 这是一件好事情 好 那么2024年的连沾化路呢 连沾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 事业上面 以及政府单位 连沾代表政府单位 化路是代表一条钱的引线 一条好的引线 化路就代表说 政府呢 他必须 现在已经选举完了嘛 那政府呢 他大概会感觉到说 这个是不是要开始重建 如果这次的地震 我们好像只看到 曾经人下乡去出访 那么其他的政要人物呢 没有看到坐飞机去视察 没有 那么他们能不能愿意呢 拿出更多的钱 来重建台湾这些破壁残缘 我们继续看 好西北市长侯宇表示呢 毕竟灾情涉及全国 如何全面协助才是最大重点 侯宇建议呢 中央比照九月一重建条例 毕竟单就未问金来说 0403大地震死亡级失踪人 每人拨20万元 赠注40万元 重商赠注10万元 不过呢 九月一大地震死亡 辅恤金每人100万 100万 我们这次幸运 死亡人数非常少 但他们也很不幸罹难了 只是说 你给他们20万元 这个实在是有点少 讲句真的 现在随便做我法会 然后下账的钱都不够 我们平良心讲 像我们家人过完了以后 随便凑说哪里是20万 还不是很隆重的做 简单做一做 我们平良心讲 死者为大 总是要让他们安心的走 所以100万元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重商者20万元 另外还有针对 住屋全岛者每户20万元 住屋半岛者每户10万元 20万元只是车水悲心 然后只能紧急救助 这个就是让他们有地方去居住 可以租房子 如果政府没有办法安置这些灾民 比如说他的房子整个快要全岛了 然后不能住了 或者请邪了 或者那个围楼很严重了 那当然就安置这些居民 那因为数量蛮庞大 所以也只能提拨一些钱 让他们去租房子 那短暂的收容是可以的 但是长期收容是有困难的 好所以政府应该 就是说让他们有更多的钱 可以去租房子 现在物价高涨的年代 吃个便当都要100多块钱 20万元真的也不能做什么 来接下来 各大企业捐款 住宅区重建 联邦银行 林荣山基金会 自由时报 龙山林 等关系企业 共同捐赠3000万元 就联邦银行 林荣山基金会 自由时报 加龙山林 都是他们的直属企业 捐赠3000万 广达宣布捐赠5000万元资源 中灾重建 然后协助受灾 民众早日送出走出商中 台湾证券交易所 证券贵买中心 台湾情侯交易所 台湾集保 中保管节算所 合力捐赠1200万 台湾金控在内的12家 公股事业捐款2100万 全数捐入花莲 社会救助金专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 比较大额的捐款 这些大额捐款真是令人感动 鸿海永远都是跑在第一名 我们来看一下 鸿海集团 捐赠8000万 鸿海永宁基金会 创办人郭台银捐的6000万 总共加起来是1.4亿元 这个是鸿海捐款 那么国泰金控3000万 广达5000万 富邦金控5000万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全联捐了1000万 大风有限电视捐了1000万 中信金控捐2000万 联邦银行捐3000万 上海商银捐了1000万 那银行 这个网银国际捐了2000万 那财政金控捐了1000万 其中600万 主地捐于 只是灾情最严重的花莲 好 玉山金控呢 银行捐了2000 财政部工股事业捐了2100万 国具捐了600万 然后呢 中租提核捐了600万 财经公司捐了300万 然后呢 新冠金控制公司 共同捐款1000万 其中新寿捐500万 新光捐300万 原付证捐捐200万 当中的600万 指定给花莲县政府 然后呢 金管会辖下的证券 其货相关机构捐了1200万 财经公司捐800万 那宏基集团捐款600万 那东河钢铁捐了1000万 永丰渝加元泰科技捐了1000万 美绿捐了200万 日商花王 台湾捐了200万 那山西家店通路呢 燦坤 共同捐了100万元物资 那山羊捐了1000万 合计2亿6200万 其实现在已经超过7亿 还有很多的大企业呢 这些捐款我们还没有 罗列出来 那我想台湾人的善心善举 真的是不妨多 好 以上呢 所有的企业捐款呢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人的善举爱心 还有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鸿海集团一家就捐了1.4亿 那看到这些捐款金额 令人感动 还有很多的大企业呢 还有很多人 也有一次捐几百万呢 100万 200万 300万 1000万 500万 比比皆是 所以呢 我们呢 这次的重建 这些捐款呢 应该呢 已经快要达到呢 七八亿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好 农历三月 五成月 大解析 国立四月九号 到五月七号 这个月呢 是天机化季的月份 天机其实它是代表智慧 人际关系 还有呢 天上飞的 路上跑的 这些都叫天机星 天机星呢 代表是朋友 那话剂代表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灾难当中呢 看到哪些朋友 对我们是伸出援手的 也可以知道那些朋友 到底是不是真心诚意的 对待我们 好 那所以有邦国家一样哦 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不断的伸出援手的时候呢 他们有真正来帮助我们吗 我们可以看到呢 日本现在呢 民间也在集资捐款给台湾 他们说要加倍回馈 那应该蛮难的吧 因为现在日本经济也不是那么好 那但是呢 我们也感动了 因为有军款 对我们来讲 也都是 注入一股强心剂呢 那土耳其呢 在前两年呢 他们7.8级大地震的时候呢 台湾也是第一支队伍到土耳其去的 那他们最近派了几个人呢 到台湾来 也弄了三部呢 那个无人机 他们的无人机 跟我们的无人机不太一样 现在美国呢 都在用他们的无人机 他们无人机 在晚延的这个山区里面 他们还可以整控起来 那台湾的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技术 所以我们应该要精进一点 还有他们也来了 这一次勘察了很多的台湾发动的地形 就是蜿蜒的河流上面的破碎的地形 到底还有最主要是 他们是投入收救工作 我们这次最幸运的就是说 食伤人数呢 没有非常惨重 那当然失踪人口还有六个没有找到 这是我们必须要加强的部分 另外的话呢 对于政府投入救灾的金额到底多少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呢 在这样的一个重建之路上面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都更 都更还是迫切的需要 台北市的老旧房子很可怕 老旧房子有很多很多 然后呢 包括我们现在办公大楼都蛮旧的 三十几年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很多的地方呢 其实呢 五六十年的房子一大堆 幸好我们对面那个大楼 最近要改建 那个大楼很老旧 但是呢 基本上 这次地震还没看到 掉什么东西下来 也算是 以前的建筑工坊 真的还算不错 那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很怕就是 三月份呢 是不是有什么锈夺的地方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政府千万不能锈夺 那这个又吵来吵去 没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呢 该是雷厉风行的 赶快快倒斩乱忙的 这些都更案 要赶快解决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补助款的部分 也希望呢 政府多点补助 给这些受灾富 难民 他们现在真的是 无家可归很凄惨 物价高涨的年代呢 而且呢 现在呢 受到污毁 人没亡 真的也是很辛苦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那这个月天气化季 要特别小心 空中飞的 空中飞的 包括飞机 最近飞机频频出事 泛美航空 或者呢 747 经常都在出事情 就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飞机经常有问题 常常航空最近也有一次呢 里面的机舱里面呢 听说有声音出现 结果大家吓死了 还闻到臭味 就最近这一两天的事情 所以呢 农历三月呢 从今天开始 请大家坐飞机 真的要买保险 那人说那人怎么样的 买保险有什么用 不 不是这样子 你买的保险 至少呢 家里的人住 万一有什么 伤害啦 或什么 你至少还有钱 可以医治啊 对不对 好 那 我 反正像我上飞机 就一定买最高额的保险 为什么 免得家人后顾之忧啊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们坐火车 我们坐火车 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 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天机星代表路上好的 这样知道吗 火车也算哦 连接车也算哦 高铁也算哦 好 最近土质松软 尤其呢 我很怕梅雨季节到来了 梅雨季节一旦到来的时候呢 天机化气就三坡滑体 大家知道三坡会滑体 那三坡滑体的话呢 如果再来一个六级大地震的话 那就很惨 对不对 好 希望不要发生 那很多的预言家在告诉大家说 农历三月很可怕哦 说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强症哦 在台湾 那我现在不做预言 我们另外做一篇给大家哦 我希望台湾是会好起来的哦 所以其实 我没有心理准备 但是呢 现在呢 看到那个7.2级大地震哦 我的预言这么精准的兑现 我现在也蛮害怕 我不太想做预言的 为什么呢 我要是提醒大家 大家要小心 好不好 请大家务必务必 你检查你的房子 有没有归裂啊 柱子梁柱 有没有受损啊 然后呢 前后阳台 有没有什么状况啊 甚至你的房间里面的墙壁啊 客厅的墙壁 有没有什么受损啊 归裂啊之类的 你们要把房子先检查好 如果发现 一旦有归裂情况呢 请这个政府单位的技师来做检验 检测 好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天机星代表什么呢 山体滑落 飞机失事 路上跑的连结车 火车叫连结车 大家知道 长的连结车 要更小心 好不好 我还是期待呢 不要发生有重大的事情 那这是我在3月份里面呢 要跟大家讲的 那3月份天气化季的话呢 还要注意人际的冲突 我想这次的救灾状况呢 应该会有一些冲突啦 什么样的冲突 就是 政府的补助款 大家嫌不够嘛 这个就会有一些 民间的冲突出来 所以呢 也希望政府单位呢 好好思考一下 到底呢 让这些百姓 是不是可以呢 安然度过一段时间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最重要的问题 还不在这边 天气化季 就跟我们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那这个月呢 可能呢 你看我们在大地震 那对岸呢 还是继续军演 而且呢 并没有减轻军演的军力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过呢 我想呢 大家都认为说 中国大陆 应该是不会打我们 现在马英九 去了对岸了 那两极的一个声浪 支持呢 就是支持马英九的人 他会说 这个很好 但不支持的 那个绿营的人 就说 你就是去热脸贴 人家冷屁股 那我想呢 我会另外做一篇 经济的议题 全球的哪些经济最牛 哪些国家经济最牛 给大家做参考 包括那房市 股市 还有呢 期货 甚至呢 他们的一些 现在呢 对经济体 哪些呢 国家会有更好 那现在呢 整个天际化际来讲的话呢 我很怕 我们还有断交国 真可怕 我跟你讲 没有永远的爱情 你又知道 夫妻之间都这样子 生了三个小孩 都可以离婚了 有会有永远的爱情吗 没有 现在人是非常现实的 尤其是国与国之间 也非常现实 你的国家 比较小一点 人家比较大一点 或者人家出手 出手 阔绝一点 那就开始转风向了 所以我们这个月呢 要小心 还有掉断交 那就麻烦了 好 我们的邦交国 已经真的不多 不多了 希望政府单位 也能够重视 这个部分 看到 我跟你讲 这个周期里面 这个月当中 我们再另外做 三月大预言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 好 几四月的话 国立五月八号到六月五号 几四月是农历的四月份 农历四月在舌的公位 那几是文曲画记 文曲画记代表什么呢 文曲画记代表说 艺文界会很好 但是也有一些 艺文界的老人会死掉 甚至年轻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黄石礁事件 现在大家开始在踏滑 就是说它简直是 那种心魔 还没有解除 那我觉得呢 几四月呢 跟艺文界有关的事情 会很多 那也代表什么呢 简不断离开乱的 这个周边的事情呢 会越来越缠绕着我们 就大家好像被捆绑了一样 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伸出手脚来的感觉 文曲画记就像我们人 在走九曲桥一样 所以这个月呢 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第一个呢 艺文界应该会很好 最近呢 很多的艺人呢 都 杂聋都开了 都出来开演唱会了 那夏天也快到了 夏季的音乐会呢 大家会很疯狂 尤其是像是 去墾丁之类的 或者大巨蛋的演唱会之类的 都会蛮好的 那很多人呢 因为其实 台湾人其实算是 还蛮有钱的 我先讲一下 台湾人在全球的排行 现在还是22名 台湾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 经济很不好 股市金金涨 经济很不好 房市金金涨 这是真的非常奇特 令人无法想象 你会觉得说 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不是打房打房吗 怎么房子都没有往下走呢 没有 三月份 农历三月一样 天气化季月 这是偏远地区的房子 会比较没有人敢去买卖 就是说像花东一带 大家会很害怕 那所以呢 像花东一带 或者比较老旧的房子 真的就要小心 好 农历四月份呢 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 知识节节事情 那农历四月份呢 也刚好五月二十 看到没有 赖清德要上任 看到 赖清德新的总统要上任 要交接了 那会不会出现很多问题呢 当然会 但这些是不是可以有 用智慧来化解 那就看赖清德本人的智慧了 他的团队里面呢 可能有大风吹的现象 文曲画记就是 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人下台 有人上台 这是在农历四月份 那有没有新的新意呢 就是这些政要人物 有没有新意呢 比如说八大部的部长啊 有没有太旧换新 我想应该会 像是呢 有一些老一辈的 老一辈的国民党的 在位的人 还是要小心 并不是说民进党不会用你 而是呢 你可能也想民生趣意吧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月呢 政治人物的 这个呢 大风吹 或者呢 大血轮开始替换 文曲画记呢 就是 又是吵得沸沸扬扬扬 为什么 大家走九曲桥啊 不甘心啊 本来直直的一条道路 搞得呢 弯弯曲曲的 变成这样了 所以呢 我们要 不要看好戏 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 那这个戏码 对台湾其实 有没有更好呢 我觉得 赖清德 如果有更好的 一些见地的话 或者建树的话 他应该上任以后 能够更雷厉风行来执行 来接下来 下一个月 好 6月6号到7月5号 农历5月 庚5月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 庚是天童话记 现在呢 学校要开开课了 很惨哦 台湾有几百所学校 破壁残缘 真的非常凄惨 比那个废墟还可怕 有很多学校 现在呢 那个梁柱段的 房屋岛的 一大堆500多间学校 等待救援 政府呢 预估呢 如果修建的话 大概要10亿的经费 我觉得应该不止 如果只是10亿的话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们的前瞻计划 都800多亿了 那10亿还好 我觉得有些房子 真的要重建 不是修缮 如果只是修缮 像我们台湾地震 带这么频繁 地震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看到没有 25年前的7.3级 积极大地震 都死了2000多人 房舍倒了几百间 几万间 几万间 全倒了就 那半倒了几万间 想想看 如果这些学校 在上课的同时 其实上个月就开始 4月份就要开始 4月份就要修建了 跟5月的话 天童话节 这些孩童呢 是不是有很多学校 还没有办法修建完成 都在家里面上课了 就会有这种情况 那又造成什么 家庭 家庭的困扰了 父母亲如果都要上班的话 那真的是大困扰 那祖父母不住在一起的话 那是不是更大的困扰 没错 就孩子没有人照顾 那现在呢 更可怕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 那个孩童事件 在这个月呢 就会延烧 从农历3月4月 一直延烧到5月 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 就是黄子焦事件 黄子焦事件呢 他这个孩童 他恋童癖 这恋童癖 就是跟已经过世的 Mike Jackson 有点雷同 他特别喜欢幼气的 很奇怪 就十几岁的 恋童癖 所以呢 他这种恋童癖呢 又会延烧到这个月来 那我觉得呢 自己的孩子要保护好 现在有很多的网站 实在是非常不堪 应该要抓去坐牢 而且要关很久 让他没有办法再继续 继续这样干 你知道吗 有4000多人的会员 这个恋童癖的一个 不堪的一个网站 假设在海外 如果能够抓到人的话 那不是更好 所以孩童的安全余虑 在这个月 大家要小心 第一个就是 学校没有办法 立即改善嘛 改建好嘛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上课的一个情形嘛 还有呢 像孩子因为资讯太广泛 在网路上搜寻到一些 色情的暴力的一大堆 都还没有成熟 那心智都还没成熟 都已经开始在玩家家酒了 真可怕 所以这个是 应该要重新做一些 规划 规范 规范不是规划 规范 规范当然也要 好 那冬午月的天童话季 我们要小心下大雨 恐怕成为水箱折果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 我是要提示大家 那比较好的话呢 是什么呢 天童话季就是说 大家呢 开始有一些觉醒的意识 这天童呢 天童星它代表是 对孩子啦 觉醒的意识啦 大家都觉得说 现在呢 家里如果是空荡荡的 是不是要赶快生个小孩 那因为今年是农年 这个时候呢 夏天的那个热情 就会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还没有结婚 忽然间女朋友就怀孕了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先生小孩就好 现在我们幻安危机就没小孩 所以这个天童话季呢 可能会有很多人 忽然间就怀孕了 生小孩了 大家小心一件事情 很多小年纪的妈妈们 可能呢 就不知道要把孩子 怎么样照顾 生下来就跟 断丢 丢厕所啦 丢荒椒野外 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事情 因为他们年纪很小 又很害怕 你知道有小孩子怀孕 爸妈以为他长胖而已 根本不知道他怀孕 你看惨不惨 好来接下来 好 这是新卫月在农历六月 文昌化季月 文昌化季月呢 跟文曲化季差不多 文曲化季在农历四月 天童化季在农历五月 文昌化季在农历七月 好 这个三个月份呢 就是我们的上半年 这三个月份呢 请大家无必要小心 文昌化季就是官司很多 很多人继续打官司的 不管是防射的问题 补助的问题 或者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 文昌化季跟学校有关 这个政坛呢 大震荡 学校有关 那学校的很多的董监士 尤其私立大学的董监士 可能都被撤坏 很多学校关门大计 文昌化季是学校关门大计 那文昌化季也代表呢 学生很少 这是我们必须呢 这个在重建之路上面呢 考量到的 这个未来的台湾的国家安全 因为人口越少 当然就不是很好 但人口太多 当然也不行 只是说我们的 每天的生跟死之间 死的人比较多 生的人比较少 像日本啊 韩国啊都一样的 香港新加坡也差不多 不遑多让 那其实亚洲国家 基本上呢 生小孩都生的越来越少 美国一样哦 美国现在不生小孩 人一大堆哦 对不对 他们说我们结婚 我们不想生小孩 因为呢 觉得负担太大 这个就是呢 2024年呢 可能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 那台湾会好起来吗 当然会好起来 因为呢 这些诊断以后呢 知道病因在哪里 那知道因果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呢 让这些政府单位呢 应该就会加强去做一些 开发管理啊 那至于呢 像 未来 下半年 我们再另外做节目 上半年呢 我觉得台湾的重建之路呢 不会遥遥无期 而且会快速加紧脚步 也希望呢 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好 那 最重要就是 不要再大地震 不要再打仗 不要再暴雨成灾 这些你知道 暴雨也很可怕 现在呢 我想呢 我会针对这三个 三个重点呢 做节目给大家 做参考 所以下半年的运势呢 我们再另外做大解析 谢谢你们 来 接下来 好 加到我的Lite 有问题可以问 来 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些讯息给大家 小老鼠A27363000 另外呢 我们会推荐呢 一些呢 防灾的东西 就佩戴在身上 很多人都会佩戴 有效的不是没效 那无形的力量是很大的 然后Facebook呢 可以加到我Facebook 每周十下午 我们有固定的一些这个直播 然后呢 ASKGENY888 是我的微信 有很多国家呢 没有办法加到我的Facebook 或者Lite 就加到我的微信 一个礼拜才会看一次哦 你们不要说 我们很慢才回答 因为真的很忙 海洋老师的 皇家命理学院已经开学了 然后请大家呢 想学第二专长的朋友 或想了解自己运势的朋友呢 可以加到我的命理学院 谢谢你们 帮忙按赞分享 开订阅小铃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